大家好 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一 我們每星期一都會講資金流動和移動股等等 第一 大市成交方面 這幾天基本上都有上升 我自己估計稍後期間會升穿以千億 是比較多的時間 再上升再下跌到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或者一個月左右 到12月左右 應該可以有到1200億 對於這個世界會很好 今天 或者這個星期應該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說 沙地那邊有人過來談談事 看看談不談有關於是否將一些沙地的古兵器上市 再第二上市的問題 有朋友問 這些事情講了很久了 會不會是講故事 做不到 我覺得這些一定是有講故事的夢想 然後再看很多客觀環境的配合 我自己會看下觀環境的配合 就是因為突然間有了這個二巴戰爭 這裏 二巴戰爭這裏 你會使得很多阿拉伯的資金的感覺 等起美國是有問題的 因為美國最近除了派了兩個航空母艦群去地中海之外 也都派了很多的戰機 去了這個中東地區 那很可能有一件事 就是要秉伊朗的了 那你秉伊朗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你那邊又去打巴勒斯坦 那邊又要秉伊朗的話 和敘利亞的話 很多的中東國家 或者回教國家 就不妥理美國的了 那一定會有一些是反抗的行動 那這些反抗的行動 也都可能會招致到美國 對一些中東的資金 或者是等等一樣東西 有些反制的行動 他最厲害的就是制裁人家 那些人就很簡單的一件事 哇 我將那些錢 拿走就先了 為什麼會要有這樣的情況呢 好像在911之後 拉登 拉登 當然是真的 拉登 死了 那當時美國就說 要看看 任何有拉登的東西 的影響 那立刻就下令 是將所有在美國銀行裏面 有拉登這個名字的 就將它資金凍結了 據傳當時凍結了 差不多6000多個戶口 什麼叫拉登呢 拉登這個名字 在阿拉登是很普通的 就是好像我們中國人的 陳李章和 一樣 你凡是阿陳那些 都要他整著他 那那個不是陳姓 來的嘛 又不是吳港 你就將他 陳大文 我都截著他 那我就死給你看了 那因此資金一定會走 那我覺得 巴爾戰爭這次呢 是一個對 就是中東資金 留港的一個速發劑來的 那中東資金 留港最主要不是看香港 是看著背後 那個大哥 他的媽媽叫做中國 那在這點來講呢 他是在這裡尋求第二上市 不是不可能的東西 就是說他在美國 那之餘還要起鄉上市 那為什麼呢 沒有問題嘛 到時候這個節奧 我就要走 搞肚都有三骨 有錢人為什麼不會有兩個洞呢 所以就很簡單的 所以一直對於香港 這個是資本市場 可不可以澎大這件事呢 我基本上是持有樂觀的態度 問題就是 因為時間而已 是時間 因為整體的趨勢 你不見到美國人會變好的 因為他為什麼呢 他現在發窮惡嘛 那報發紙的這個東西 到他能夠搞定你的時候 他就會對你和善 我剛剛來之前呢 才再找回一本東西 就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當時呢 就是 中國有個是 代表團 去 美國 那就 等等一樣東西 美國方面呢 美國方面呢 是以極高格的規格來接待 當時有胡錦同和奧巴馬的一個會面 為什麽當時 那麽攬頭攬頸呢 因為美國2008年 沙特阿拉伯用石油以美元計價 現在沙特阿拉伯會有消息說 可以用非美元以外來計價石油 可以用人民幣等等 自從侯蔡恩說我可以用歐元來結算石油 不用美元被人打掛了 卡特菲利比亞那個又是說我可以用歐元 我不用這是美元又被人拔走下台 這樣吧 在這點裡面大市資金分明是多了一點的 北水的流向是相對穩定 北水的資金流向是相對穩定的 是不多的 不過最主要有一件事是沒有什麼流出 進來多的有小米、中芯、若名都很必然的石藥 美團這些就是走來走去的 有人是走在這裏 騰訊、中移動 中移動現在當大市好的時候就差一點了 因為它是不移動 所以別人當移動的話 別人就想不移動的移動那些 中國海洋石油 因為油價方面最近不是太好 理想汽車就是一時時的 譬如好像上個星期是流出了之後 你慘得到它今天 升了成10% 是不是 那便捐錢銀行又有些錢流出 不過始終這些銀行股 遲早都是有錢流入的 因為息高 好了 那就是北水的流向 北水流向一直要看著這裏 有沒有一隻腳伸出來 沒有 那你沒有一隻腳伸出來 那這個平均線以上 平均線就會咬上了 那能不能夠咬上這樣的速度呢 就看它有多少下來 如果沒有的話 它一路慢慢地將它打平 緩去到這個星期 那我估計 北水現在是應該用這樣的態度 這個是量來流入 最重要不要流出 維持這個速度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維持到 去到這個12月底 那這個積企度的資金池 就相對地是多了 那就開始多了輪流炒的辦法 那這個大家需要留意 資金成交量 永遠是走起指數之先 那其次 我看看下來了 有什麼板塊好呢 那今天最好的板塊是汽車 那再跟著醫療保健 那珠寶保險 那我路好強調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要看看地產 地產不死得住的 地產蠻好的 蠻OK的 然後再跟著要看看銀行 銀行今天呢 就去到這裡 那就差一點點了 地產這個板塊呢 我們要看看它 不不不不 對不起地產的板塊 要看看它 哎呀 我們按不到進去 看不到它的組成 那地產這個 我們看到它 升的這裏 地產這裏 升的 是有127隻股票 跌的呢 就是這些 就是後面這些 那所以相對來說 當然這個都有113隻 那這些當然就是國內的地產了 這些九成九都是香港的地產 氣勢就不用說了 一面倒有四隻星 那你覺得跌的就是15隻左右 那變成就很不同了 那再其次 這個 就是子和生存元素 那你覺得跌就是九隻 升就只有六隻 不升不跌就只有三隻 那所以變成了整體板塊是有雞的 那 那 在這一點就是可以 就是我們應該這樣看這個東西 那 那再其次呢 個別的是股票方面 騰訊的 升了2.8% 凝庫基金等等那樣東西 美團升了5% 楊明心肺升了5% 那再跟著就是港交所升了2% 阿里巴巴1% 那再跟著恒生科技指數升了7% XL2的 就是你當這些大牛龜升得好的話 這個就升了它的兩倍的 因為這個是兩倍的東西來的 那我跌就跌兩倍了 那 理想汽車升了10% 好了 那 石油股份呢就跌的 中心方面呢 今天就是 稍為是疾了步了 那 那 這一點沒有問題了 那 那 再跟著我們看看 大市成交 大市圖 大市圖呢 就在過往那幾天呢 都已經講了 大家留意 它在這裏 應該是正在做底的 那 如果升破了這些 之前這裏的這些位呢 那已經可以就是 這裏的位的話呢 升破這裏的位呢 就已經可以有到 那上個星期五已經升破了中族了 所以這裏一定會上族進化 那 問題就是在上族這裏呢 就是 上個星期五也都講了 要留意 是好像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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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 像這裏 那裏 那裏 那就不行呢 那裏 那裏 將要這樣 那裏 那邊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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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升上就留意 那裏 另外 这裏 往北斗 那 要留意 這裏 是需要有所是回调的 好了 说完这里之后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 第一个留意药明生物